放下偏执 去我相 自度度他 活法阳 远离五欲 离四相 无欲如水 瘦无疆 师父说 忍耐并不代表你的懦弱 反而显示出你的修养 师父还说 美满并不代表着幸福 自私自利得到的美满 那是不圆满的幸福 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学佛早班车 让我们一起看看博客上有什么精彩的感言吧 首先 这位同修分享道 师兄们好 分享一件事 如果有说的不如理不如法之处 恳请观世音菩萨慈悲原谅 恳请护法菩萨慈悲 恳请师父慈悲原谅 我自己业障自己悲 不让师兄们悲 昨天 女儿一回家就告诉我 妈妈 我分享一件事 我们寝室下铺的同学打呼噜 打得可重了 而且还梦话 以前 我也是经常听到的 经常睡不好觉 其他的室友还能睡着 上星期 他们也睡不着了 我是上星期开始睡得可香了 每天睡觉前念两遍大悲咒 然后就念观世音菩萨慎好无数 慢慢慢慢 马上睡着了 念经后感觉真的不一样 以后还是会再念的 并且把这个事情今天 也特意和他爸爸分享了 他爸爸说 我睡觉前也是念大悲咒的 很快睡着的 有时睡梦里也感觉在念经 师兄们 师父也说过 睡觉前念几遍大悲咒很好 师兄们有睡不好的 真的可以睡觉前念念大悲咒 感恩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父 感恩师兄们 感恩同修的分享 最近有一位有缘人 欲33岁的结 身体和事业都出现问题 机缘成熟 开始信服念经 关于他的问题 在网上很快就找到了 关于妇科问题 事业阻碍 以及如何化解 369节的相关开示和案例 让他当下升起信心 结合百话佛法 让他知音懂果 开启智慧 感恩打字搭配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父 给我们留下那么多的问答和开示 让我们弘法中 能够用师父的佛言佛语 和对众生问题的解答 心灵法门真是切实见 行佛法无上智慧的方便法门 让我们身体好 家庭好 事业好 碰到问题都有解决方法 越度人越发喜 感恩 感恩师兄的分享 下面这位同修分享道 听从师父开示后 许愿不吃整个鸡蛋 乳腺增生明显转好 原来每到生理期前 乳腺都会胀痛 借吃鸡蛋后 乳腺增生好转 胸胀胸痛也好多了 感恩师父 感恩观世音菩萨 感恩同修的分享 这位同修说 我也很感恩师父 去年我被电信诈骗了 整个人都崩溃了 欠下了巨款 家里一团糟 我知道这是我的业障爆发 心灵法门的陈师兄 给我安排了功课 教我运用三大法宝 小房子一定要狂念 多做功德 师父的法身 多次到我梦里来救我 使我顺利度过了难关 感恩师父 把心灵法门传到人间来 感恩师兄的分享 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来听师父 讲一个小笑话吧 说的是 有一架 战警台 专警台起火了 这个时候 这个公司经理 就叫来了消防队 火势很大 消防队开到那里 无法靠近 只能在2000英尺以外 弄水啊 在准备啊 这是公司的管理员啊 他请了一只业余的 这个消防队 也赶来了 这没想到 这个业余的消防队员 勇敢的 这个车呀 直接开到了 离火场只有 50英尺的地方 停下来了 拿起汽水箱 动手灭火 很快的把火给灭了 第二天 公司的经理 非常的开心 准备给这只业余的消防队 发5000块奖金 有人就问 这个消防队的 业余消防队的队长 队长啊 这5000块钱 我们准备怎么办呢 业余消防队长 不加思索的说 哎呀 首先要办的 就是把消防队的刹车 给我修修好 真见鬼了 昨天那辆破车 刹不住 差点把我们送到大火里去 大家听得懂吗 就是昨天他们这么勇敢的 开进去 不是因为他们勇敢 是因为他们的刹车坏 世界上很多事情歪打正着 坏事也会变好事 很多时候有很多事情 你不能左右 因为好事坏事都有 有时候坏事来了 不要紧张 有磨难 有时候有灾难 就预示着你会有转机 所以好事跟坏事 都是同时来的 因为人生无常 今天的坏事 说不定明天又改变成好事 今天的好事 说不定又会改变成坏事 所以要好好地积极地人生 感恩师父 因为人生无常 所以我们要积极地遍对人生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学佛早班车的内容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元气满满 迎接每一天 加油吧 学佛人 同时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 与您在这里再次相会 明天才发生些什么事 未经许可,可,不保持人 B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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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BBY CNORAL